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才启动这次公路客运路线费率临时调整机制 公路总局表示公路客运业者可以依照各财务状况 在一个礼拜后以规定向各监理单位申请票价调整计划 最快新的票价月底就会实施 记者赖水明 虚企丰台北报导 再过三个多礼拜就要过年 一些应景的食品已经开始涨价 像是糯米的价格创下五年以来同期新高 而土鸡和毛猪也因为需求量大增 价格都上扬 另外国际糖价最近大幅上涨 行政院为了稳定国内价格 宣布两公斤以下的小包装名声用糖 在春节之前不会涨价 一整个上午米店老板忙个不停 因为消费者担心糯米还会继续涨 所以赶紧来买米 糯米有多贵 看看数据就知道 年节到需求量大增 去年一整年全台糯米的需求八万公顿 但产量只有五万七千三百公顿 不够的部分就只能仰赖进口 所以也使得最近原糯米 零售价格每公斤四十六元 长糯米四十三元 创下五年来同期新高 米会攒下来可能因为那个 缺水 南部缺水 然后休根的关系 还有需求量大 也是一个原因 不仅是糯米 消费需求大的还包括有肉类 同样是年关将近 土鸡的产地批发价 已经涨到每公斤四十一元 毛猪批发价格每百公斤七千元 也比去年同期涨了百分之五 天价 现在是天价没有错 天价多少 差不多少十块 另一个涨价升不断的就是糖价 面对国际糖价大幅上涨 国内批发价已经陆续调涨 经济部决定请台糖自行吸收成本 因此两公斤以下小包装的民生用糖 在春节前不涨价 而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在普查后也发现 南北干货确实有涨 但至今没有发现业者有联合涨价行为 公平会将会持续调查 至于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主基础预估将从负的百分之零点八七 转为百分之零点九 物价将相对稳定 记者沈小青张国良蒋龙翔台北报道 继续来看的是 监察院针对国内的浮动油价机制 通过对经济部的纠正案 监察委员表示 现行的计价公式 对于一般消费者不利 而且并没有把新台币升值的因素给算进来 中油总共超收了75亿元 监察委员要求经济部在两个月内 检讨浮动油价 并且要把超收的款项退还给消费者 但是这些钱要怎么还呢 经济部和中油都说很困难 因应国际油价有涨有跌 经济部有一套浮动油价机制 定时调控国内油品市场价格 不过这套机制却被监察院认为有问题 提出纠正 并要求在两个月内 针对浮动油价机制五大缺失 提出改善报告 监委质疑 国内燃料费并不向亚洲邻国随油征收 在计算基础不同下 国内油价是否真的比亚洲邻国要低 而且浮动机制是为了反映成本 但中油却把利润部分也纳入计算公式 另外工业用油的制造成本 也转嫁到一般用户 而监委也发现 民国96年 中油的纯益高达126亿台币 这代表浮动机制并没有确实反映油价波动 而且因为汇率因素 监委推估 中油从97年8月到今年1月 汽材油收入多收了75亿 因此要求中油要把75亿归还给消费者 对于这一收 中油经济部应该还给消费者一个公道 提出彻底解决改善的方案 对此经济部赶紧开记者会表示 我国油价确实比亚洲邻国要低 而且96年126亿的盈余是靠中油其他收入得来 当年汽材油事实上亏损了47亿 至于油品的成本与计价公式 也都是对消费者有利 监委说的多赚了75亿 则是因为汇率计算的时间点不同所造成 不过中油也坦言 真的要归还这75亿的话 技术上来说真的很困难 经济部也表示 将会请中油准备相关资料 再向监委进一步说说明 记者张雄林国煌台北报道 动动双手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王小叔 今天来学跟天气有关的手语 晚上会变了 你记得戴外套 手语的结构是 晚上冷 外套要你记住 冷的笔法 两手握拳 紧缩在身体前面颤抖 遇到冷 就缩起来 是人很自然的反应 晚上会变冷 你记得戴外套 晚上会变冷 你记得戴外套 你记得戴外套